下一個練習 他說請判斷此處曾發生哪些地質事件 他雖然這樣子問了 可是他並沒有讓你填這個答案的地方 這圖上面有什麼事件 有立岩、塞岩跟葉岩的成績 有一個斷層、有一個岩脈 最上面有一個侵蝕 所以總共有這六件事情發生 然後請問這個問題 抽到你回答我誰先發生 你還要順便告訴我你是根據什麼判斷的 你根據什麼原則、根據什麼原理 知道誰先發生、誰後發生 OK?來 二十八 誰先發生 你說葉岩嗎 你靠誰知道的 你靠什麼原則、原理知道的 因為他在上面 誰在上面 葉岩在上面所以先發生喔 如果法則的話 請告訴我你會靠誰判斷的 他在下面 他在下面 你做 葉岩、疊基法則 底下的先發生、上面的後發生 葉岩在底下、沙岩、立岩在上面 所以葉岩先發生 立岩後發生、疊基法則 OK嗎? OK? 請問你 岩麥是在葉岩先來後 一樣 從你上來告訴我誰先誰後 然後你根據什麼知道的 從你到的時候你告訴我誰先誰後 還有你怎麼知道的 六號 六號 誰先誰先 岩麥後 靠誰知道的 通過吧 我是這樣教的嗎? 我不知道通過吧 我講到兩個字 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 切別人的後發生 被切的先發生 影響別人的後發生 受影響的先發生 岩麥切開了葉岩 所以葉岩先發生 岩麥後發生 可以齁? 可以嗎? 可以 好,最後一個 學測考過類似這一題 請問你 岩麥跟斷層是先還後還是不知道? 先為什麼知道先 後為什麼知道後 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 先為什麼先後為什麼後 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 請你告訴我 請你告訴我 帥哥來 和我 和我 為何 沒有截切 請坐 我們簡單的說叫做沒有截切 簡單的說沒有 但是我告訴過 你是不是兩個沒有截切 就一定不知道 不是 可能有第三個 我講過 我就說這種題目 A跟C沒有切 可是可以看出來 A比B找 B比C找 A又比C來的 找 所以你要看圖什麼畫 要看圖什麼畫 不是沒有截切 就一定不知道 當然這樣的就是不知道 學生是這樣考 所以答案叫做 不知道誰先 誰後 這就是 我們的考試的重點 畫一張圖 上面有地質事件 請你排 誰先發生誰 後發生 有人問多了 沒有 很好